大家好,我是張天爺,來自北京賽區 那這次怎麼會想到來參加我們中國目的生命比賽的呢? 因為這個是Amercaddle的那個原型的一個節目嘛 然後覺得比較有個性的一個節目 是選一個中國的偶像 然後覺得這個可能比較有心意吧 感覺好像,這邊好像流程圖畫得帥很多 而且你有一點那種外國人的那種感覺 有點吸血鬼那種日記裡面男主角那種理由 有沒有人這樣說過你? 山寨版的嘛,山寨版的 沒有,我就覺得這個頭髮也不經意留起來了 原來是圓寸的,沒有頭髮 然後就想留長一點,然後不小心就留成這麼長 你平時就是說打理會不會很麻煩? 因為超中發言很多人覺得說弄起來很累 就隨便一扎了,就還可以,其實還可以 不會... 你一生都很時尚的感覺 雖然都是穿黑色的,但是設計上還蠻有心思的 謝謝,謝謝 人體過好,一般男生也駕馭不了 就上廁所比較麻煩 可能拉到一個地方什麼的,然後就比較麻煩 那其實感覺就是自己當初怎麼會喜歡唱歌嗎? 小的時候一直喜歡唱歌吧 五六歲的時候可能就喜歡唱歌 然後被送到那個到處去演出啊 就是兒童的那個節目什麼演出 然後之後就一直讀書 讀書覺得爸爸媽媽還是想讓我就是讀書好一點 第一次面對導師,你有自己的一個情緒是怎麼樣? 緊張,特別緊張 完全腦袋一邊空白進去之後 那個四位老師坐在一起 每一個氣場都很強 坐在一起就是一個非常嚇人的狀態 然後進去之後當然就硬著頭皮進了 其實進去那一瞬間都想跑 但是沒辦法硬著頭皮進嘛 其實是空的 那老師給你的評價有沒有讓你印象特別深刻? 我一進去那個小明哥就說 你有沒有覺得你自己像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其實我當時是應接的這個畫 就是說這兩天好多人說好多人說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然後上午回去查了一下應該是一個日本的演員吧 然後就還可以 我以為是一個很醜的人 但其實還好看 你對他這麼沒自信 沒自信 我真的 就是那天那個韓文老師很覺得我就是太有自信 話太多 然後說我那個話太密了 然後小明哥還說那個 說他不是因為自信才話多 是因為自卑才話多 所以才 才爭取要跟人溝通 要跟人去找機會去插自己的說法 所以這個真的是我自卑 那你覺得就是說自己的音樂和別人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我比較喜歡那種西班牙弗拉門歌的那種風格的音樂 我有很多寫自己的歌 自己寫的歌原創 然後會做成那種風格的 我覺得比較適合我自己 而且自己比較喜歡那種東西 而且寫那種東西唱起來 能把我自己的東西唱出來比較舒服 就是不是那種情歌 但也是情歌 但從編配來說 並不是一個流行的情歌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能展現吧 因為下一場如果合作賽 沒辦法唱自己的歌嘛 對如果說沒機會那可惜嘛 然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希望能在這個舞台上展現出我自己的作品 自己寫的歌 然後自己的音樂風格 您走 Państwo 遲好